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7日 7月7日呢 七七事变 大家都知道 抗日战争 中共肯定要利用纪念日 来进行教育 来宣传中共的抗战的伟大成绩 其实中共根本就没有参加抗日战争 参加抗日战争应该是领导这个战争的 应该是国民党 国民政府 是习近平修改后的党史 不可能把这个真实情况告诉老百姓 就和以前的共产党的历届政府一样 建政以来 共产党讲这个历史 包括党史 这个都是假的 抗战这个事情 海外的媒体报道很多了 我不在这重复 我要重复 我要讲的什么呢 中共肯定官媒通过七七事变 大肆渲染 共产党的抗日的成绩 你看今天 新华社的头盘头条是 单起为人类谋幸福 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 崔鹏习近平在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 发表讲话的主题思想 新华社肯定要借这个机会大肆地宣传 又正好今天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 所以今天是我看到新华社发了很多的图片 文字都开始报道 而且新华社今天还任命了新的总编辑 这都是为了变于中共平台的宣传力度 和平一个人就不行 分权 和平是社长 富华是总编辑 可见中共非常重视新华社这个平台 自然而然新华社就会借助于这次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个活动 使劲地表演一下表现一下 这是第一题 讲到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类谋进步 就可以多讲两句 你说习近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谋什么幸福呢 你就拿新冠病毒治理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假定他是无意泄露的 你想有没有责任 对吧 带来幸福了吗 武汉人民谁获得幸福了 要过春节了 习近平在团外会上正在那吹牛皮 歌颂到处阴歌厌舞的大好形势 体现他的领导的正确性 结果无视武汉老百姓的灾难 当时武汉很多人稀里糊涂死了 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病啊 到哪里去治疗 连这个死亡数字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那些报道 真实报道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情况的记者 公民记者方秉子找不到了 张宅也派刑了 陈秋实 李泽华都遭到了打压 你就想想这是为人民牟幸福吧 连方方日记这个算是我认为不疼不痒的 其实就是很平和的记载 封城老百姓的心情都遭到了批评 何谈为人类的进步承担责任呢 承担什么责任呢 把这个毒放到全世界以后 到现在罪责索赔还没完 习近平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的错误 不用说罪行 连错误都不承认 还要这个 让全世界都学习他这个防疫的伟大的攻击 你说他有什么责任 所以这个纯粹胡扯 习近华人每天都在这胡说八道 睁着眼睛这个说瞎话呀 但是再说瞎话还没有用啊 该罪责的肯定要罪责呀 你像今天这个美国的布林肯 国务卿布林肯 就会见了这个新疆灾教育营的受害者 听取他们的这个血和泪的控诉 这不就类似像疫情一样吗 真实消息挡不住 你看德国的正在爽面间谍 是不是也针对中国 你可以看出这些宣传实际上一点用处都没有 完全是瞎忽悠欺骗自己的老百姓 你在看这个夫妻 美国的夫妻正在参与 接受议员们的这个质讯 你就知道这种两种体制确实不一样 你在美国你想干坏事 有议员直面批评 追责 在中国不行了 中国你看新华社报道这个习近平全是假的 但是中国老百姓你说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方便条件能问这个习近平 武汉人民都保持沉默了 是吧 只有一个王海吧 他爸爸过世了 因为新冠提出索赔 遭到公安的镇压 我看到现在没有消息了 所以说这个新华社这些报道 就是帮助这个专制政权 特别是借这个七七事变 再加上日本现在这个形势 把国内这些矛盾转嫁到日本对外方面 他不讲他自己习近平怎么称霸 世界咄咄逼人的提出什么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变成人病毒共同体了 中华民族的复兴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这个外交全方位的蹦盘 但是习近平不会认账 所以你看这些报道都是帮倒忙 今天除了这个谋幸福和责任 这个报道之外 第二题就是习近平厚颜无耻的 分别给杰克总统打电话 给希腊总统通电话 因为他特别孤立在国际上 没有朋友 也觉得像国内老百姓 就显摆显摆自己朋友遍天下 所以就到处给人就拨电话 你拨电话也回避不了疫情的问题 对不对 防疫的问题最主要就是什么 就追责 所为 这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这个事他挡不住啊 但是中共这个统治下 他就是这样 用着虚假宣传误导老百姓啊 给中国老百姓的感觉 就习近平了不得的 真像他在 呃 建党百年 七一号大会上 吹雪那样啊 让啊 这个美国帝国主义 碰得头颗血流啊 其实自己 现在我认为 才是灰头土脸的啊 特别的孤立 正因为孤立 你看 新华社 第三题啊 这个三个绝部 习近平这些话 让人热血沸腾啊 读懂百年奋斗主题啊 农力奋斗 强国强军 再继续催啊 这个习近平 第四题 习近平的小康故事啊 再往后你看 更催啊 外交部 七十多国将中文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啊 这的确是 很多国家都在学习 英学习中文 就像中国学习英文一样的 这没什么 关键他催俱什么 催俱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这个事实在是太荒诞了 完全在这 撒谎脆牛 编故事啊 说是到2020年底 全球共有100多数个 180个国家 开展中文教育 这个是对的 比如说180个国家 可能很多国家 比如说还要读 对不对 但是你说七个国家 将中文纳入了 国民教育体系 就实在是太虚夸了 是不是 这是证明什么 自己编故事 骗自己啊 反正老百姓 有很多人也不明真相啊 接着就是什么 讲到这个国台办 都督促 美国政府明确反对台独 美国的有关的领导人 已经是明确讲出 讲到了是吧 不支持台独吧 美国白宫 这个国安会 印太事务协调员 坎贝尔 在这7月7号 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不支持台独 我看蔡英文也没搞态度 我出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台湾那些报道 都是不经过过滤的 我看到现在没有 没看到谁 哪个人提出要台湾独立 人家都想统一 只是什么 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 在这个民主法治的基础上 人家不想受共产党的领导统一 是不是啊 国民这个台湾的老百姓 已经习惯了什么 这个自由的选举 言论自由 想选谁自己投票就完事了 对不对 韩国瑜上次为什么没选上 你的票数不够 你忽悠什么 是不是 哪有态度 这个完全是胡扯 所以北来就没有 中共为什么要假想题 搞这么一个假的 都不能假人 是态度 就是为了忽悠这些底层的小粉红 国内这些愚昧的爱国主义者 这些天天看新闻 连不看新华社的报道 看多了以后 看傻的人 就是特别的可笑 生活在一个 他们生活在一个虚幻的 就由共产党 讲好中国故事虚构的一个语境当中 在那整天自娱自乐自嗨 一会儿乐得要命 一会儿恨得要命 就傻呗 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骗子 就骗子 这个骗术狗鸣 那么这么多人 骗的一个一个 贼哥贼我 我看有的 一看到 共产党讲 台湾的态度 就开始谴责 你谴责什么 你都没看台湾的真实的报道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说台湾现在 这个国民党 可以批评民进党 民进党可以批评国民党 就这一条大路能做到吗 你回国能批评共产党 是不是 你歌颂不到位不满都整你 没拍马屁 没拍到点子上都踢你脚 所以你看这个 共产党的统治下 太荒诞了 就特别的滑稽可笑 你再看后边这些新闻 大部分呢 都是围绕这个崔鹏 这个习近平啊 你看又出现了一条新闻 栗战术 同阿联酋联邦国民议会议长 萨戈尔举行了会谈 现在鼓励了 也是视频这个时代 联系也方便 反正到处找会议露脸 证明自己不鼓励 朋友变天下 你说你跟人家主动联系 人家都不能搭理你 是吧 有的不大理由的反正是不好意思 就跟你联系讲一讲呗 你看讲一讲 中共那个新华社央视的报道 和海外报道有点不一样 中共就在那骗自己老百姓 老百姓也没有别的办法 也不能自由上网 有几个会翻墙的 是吧 翻墙的人毕竟是少数啊 你要不服你中共给网络打开 就是说像我老江那个视频 你也能看 那你就是真正的是 叫这个有胸怀的 说敢不敢 就骗老百姓啊 你看第二题 又新家的领导人的活动 汪洋主持政协 丧州协商会座谈会 围绕着社会救助法的制定 协商议阵 讲了半天是这样 讲了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汪洋现在完全是什么 在装标卖啥呀 汪洋应该是头脑非常清醒的 在中共党内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有一定的改革思想 但是可惜啊 这个受习近平领导 这个变成了吴大郎开店 明明他属于高个儿 也得把腰哈下来 符合习近平的标准 所以在这会上是十三届政协 五十一次双州会 在这胡说呀 你看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能使社会救助成为人民群中 真正受益的伟大事业 是这么回事吗 习近平上任以来 你想在贵州发生两起 几个小孩是吧 饿死了 冻死了 这不都是事实 铁的事实 在贵州啊 李战书在贵州还当了书记 也没受到批评和指责 也没有这个彻职查办啊 腐败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啊 你再看这个韩正啊 就昨天讲到韩正到东营啊 去看看这个农民地理的收成 今天又赶到了济南了 这个真是舒服啊 一边观光旅游啊 一边瞎忽悠啊 到了这个济南去干什么呢 这个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高质量发展啊 不过从这个报道当中 可以看出韩正是做了 比较细致的工作 怎么细致呢 他让中央电视台啊 组织一个调查组啊 历时了三个月 覆盖了52个地势 一个黄河很长啊 母亲河嘛 流域啊 这个涉及的这个省市非常多啊 行程30万公里啊 沿线走了九个省市啊 明藏爱访 就拍摄了一些纪录片呢 讲到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啊 景色 加以景色 但是我的想法是 这个纪录片肯定是剪掉了很多真实尽头 是吧 不会把真实告的老百姓 你把那个原刑排那个毛片原始片都放给大家看 保证很多的负面行为 中共就是这样啊 他排完以后 韩正可以看到真实的 好 这个 这个做做工作 做了电视台报呢 肯定都是假的了 是吧 假的 假一点点的一暗面啊 大部分都是歌颂 共产党如何领导得好啊 这是一贯的伎俩啊 你看在后面的这一题 纪念民主抗战84周年一事 就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话题的啊 七七事变 一到了这84周年的时候 就纪念日的时候就开始催了 今年是84年 你看马上就在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举办活动 纪念啊 蔡奇主持 蔡奇不是经常讲刺刀戒红吗 刺刀戒红应该是对日本 对老百 对这个外敌入群者 当年是应该刺刀戒红啊 但是你对自己的人民 你不能这样 你对现在的日本人民 更不能这样啊 因为这个所谓的抗日战争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对不对 要随着历史前进 你不能总体 记得这个仇恨 应该是化解仇恨 对不对 怎么两个国家一起和平发展 习近平恰恰相反啊 总是搞这种 这个斗争这一套东西 所以搞的这个 日本也非常恐慌 也非常烦 说日本这个 这个 有些照的政要啊 就是日本的这个政客 批评了中国 有些方面是批评的对的 这个不能去 这个指责人家 对不对 人家讲的对 就应该接受吧 所以说这个 习近平是借这个东西啊 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的四线 让老百姓以为 他是真正的爱国 实际上他做的不对 对不对 你把那个新冠 放到全世界去到处去 祸害人家 哪个国家不反 那日本不可以批评啊 是不是啊 在这个南海这个搞这个岛礁上搞橘子设施 对不对 到处去恐吓 恐吓周围的人民啊 周围国家的人民啊 包括这个海警法啊 这个把这个日本 菲律宾都吓坏了 你本身来讲 这个自己做的不对 有什么理由 接受了七七事变 搞这些东西啊 温故而知己呢 偷换概念啊 用过去的仇恨 来忽悠现在的 这个小粉红啊 本人认为 这个无济于事啊 此外 你再看后来这些 这个网友啊 密切注视这个 殉情发展 这是国务委员 肯定李克强派的 到黑龙江去 看看那些论江啊 流域啊 黑龙江流域的洪水 当年本人曾经是 在第一线啊 和这个地方领导干部 还有这个黑龙江的群众 一起抗洪啊 酒吧的时候啊 记忆犹新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吸的也是比较 这个很感慨啊 那么还有一题 讲到什么呢 这个叫 预众八条 所谓预众八条 讲的什么就是这个 红颜啊 就是重庆啊 白贡馆杂志动 他讲这个故事啊 其实这也是对老百姓 进行洗脑的红色宣传 他为什么不讲一讲 在王立军统治下 不起来统治下 重庆的这个打击民营 且假包装 640个黑社会组织 抓了上万人呢 你想一想 很多人 民营且老板 这个 蒙受了冤血 有的掉了脑袋啊 比这个 国民党搞得还厉害 也国民党这个监狱里面 还可以 将写 还可以写出一封信来 你看那些 被镇压的 这个民营企业家 有几个写出信的 是吧 当然有很少啊 大部分都遭到了 这个政治迫害 到现在也没获得平反 你为什么不搞这么一个 镇压 民营企业家的 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纪念馆啊 让老百姓知道知道 当年这个啊 波王时代搞这套东西 那就是因为习近平学的 就是波写的这套 所以啊 他们都是一个本质啊 一个比一个坏 都搞了几个斗 几个斗的这套统治啊 所以说 中共是有选择性的啊 对历史事件 这个选择性的纪念 选择性的遗忘 让中国的老百姓 傻傻的跟着自己 往前奔呢 而前面是什么前程 是中共 集权统治的这个崩塌啊 相信啊 中国人民很快会赢了一个 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那么今天的 读报点听节目 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